过油哥的鸡蛋炒丝瓜 丝瓜先给过个油 没有任何菜不过油的过油哥 所以他炒任何菜必须给过油 好嘞 现在炒鸡蛋只要加上半斤油 多一斤少一斤都行 一天炒菜只要100斤油 所以说只要有两个过油哥可以养活一个油的公司熬鸡蛋下入锅中 鸡蛋立马成为棉被状成为棉瓜状 就是这么过瘾 两个锅一起翻炒 这边是辣炒肥调 白衣不惊不慌一起同时炒两个菜 漂亮 它有力的地方 炒起了整个家 丝瓜和鸡蛋过完油 来上锅底不需要油 加上辣椒 加上蒜 这就是山东菜必须加大蒜 炒奶鸡蛋过油 下锅 漂亮 锅中翻炒 锅中起火 今天的话 今天的舌头有点打结 所以它并被影响 我们接着盘炒接着炉 漂亮 加上盐 味精 精品要加三勺 漂亮 再加上一点一点这个 加上一点这个 反正就是这么多东西 大家看得懂 看得懂 看不懂就看不懂 反正就是这么的过程 漂亮 再加上小盐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两次盐 觉得夏天出汗 要多肥油 盐要多一点 跟哥们一个菜吃二十块钱 漂亮 上锅